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六 我们继续复盘热门的标的 欢迎会员去观看视频 好 今天第一期呢 对一些龙头 包括一些消费和通胀股说了一些哈 我们继续分析充电桩 我们先看周线 周线图给人的感受呢 他 不并不 这个多头并不是很漂亮啊 本周呢 是收出一根阴线 十字星线啊 偏阴线 周线图的MCD啊 是一个死差 那这样的话 对多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重新画一下 当前重要的一些线条 我们发现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重要的直升区 多次在这里踩 有所反应 而且历史上在此踩过之后 强劲的反弹 再踩 再弹 下路啊 我们找到一些重要的阻力区 这个位置就算是哈 重要的博弈位哈 好 这就是两根比较重要的横向的位置 那么斜向的呢 我们也要找到 斜向的呢 这边都没有创新低哈 那这样的话 我们啊 把这点型的两个点一连 就可以了 这是最低点吧 我们就这么一连 也可以再加一根啊 就是说啊 这些线也都可以这么一连 没错啊 这就是两重阻力啊 也就是两重的下跌趋势线 对它的阻力 突破啊 双双顶下路哈 那这样的话 对多头来说 任务 兼具哈 能否在此处直跌呢 需要大仰线 但是MCD周线图是个死差哈 这就对多头不是很友好 因此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局部的空头 波段趋势 大家就明白哈 应该怎么办 应该等待向上突破才能做 是吧 而且不能创新低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我们早就在这里等来好了哈 那么近期比较典型的下跌趋势线 一个是这里 哎 他正好踩在这个位置哈 不能再跌下去 一个是更高的大型下跌趋势线 你会发现啊 他正好踩测到这 是吧 他就不走了 对不对 这些阻力都是有效的哈 好 那么对日线图的交易者应该怎么办 我们近期发现 他在这里完成了一个窄幅的横盘运动 是不是 震荡 而且并没有跌破下方 典型的横向直升区 这样的话 我们多头应该怎么办 应该等待指低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收敛的形态 把这个线删一下哈 那这样的话 我们等待突破回踩指低就可以了 我们就简化了我们的交易的思路 是吧 哎 这实际上对应的是这个下跌趋势线 对吧 嗯 对下跌趋势线怎么就就不用了 就这样 对吧 突破回踩指低 哎 拉收啊 是吧 拉收呢 也顶多去测试下上方这个大型下跌水线啊 我们把这设计图放在这 然后再回落是吧 所以下周是不是要看突破的一个情况 现在还没突破哈 所以多头不要急啊 说可以不做吗 可以啊 不要 不要轻易的去朝底哈 说他怎么推啊 咱们对个股的思考呢 肯定不会像大盘那么深啊 因为各股有有不同的油资在做哈 好 我们看一下小呃 理想汽车哈 有网友问啊 理想汽车怎么看呢 中概股是不是又活了呀 这是不是又要弹起来了呀 做中概股是不是迟早成为乞丐呢 这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啊 所以 人们大部分的观点呢 都是个人的偏见哈 那么市场涨和低 那纯粹是每个人交易手法 分析能力和交易能力的一个体现 啊 不是说什么股票 特定的股票就会亏哈 那对这个图来说 如果做过多的话 就觉得啊 不错啊 不错 但是 但是什么 这ABC已经走了一波了哈 所以我多头要开始注意了 好吧 这是周线图给你的感受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周线图 我们把这个阻力区啊 往前画一下 哎 当前就是哈 当前就是重要的阻力位 画到这也行啊 差不多了吧 嗯 你看 接下来啊 我们就找那些历史上 比较明显的触点 就画成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日线的细节呢 这个图给人的感受 并不是很友好啊 所以很多多头不敢去做啊 我们当时画了一个 这样的趋势线啊 发现 这个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重要的指第一 突破回踩 哎 横盘 拉升 按照我们的理论呢 是不应该去追高的哈 应该等待一些明显的回撤 但是有时候他不给 看 我们把均线组调出来看一眼 哎 均线组还有点之后啊 日线图 好吧 在这个图做还是不做呢 做的话容易被套是吧 拉升 洗盘 拉升 又要洗盘啊 这是第四浪了 接下来这是第四浪 有人说他想做啊 他想做止损是放在22 对吧 他不想做就不要做了 是吧 这这这比较妖啊 我们可以把这些中概股定义为妖股啊 他轻易的就给你砸下来 轻易的就给你拉上去 这这 是吧 我是觉得追高的话 止损务必要紧 不想追的话也不要做了 好吧 我们等待一些其他的行业的 或者指数的 或者是ETF 或者是龙头股的一些机会 好吧 这个图给人的感受 多头还是很猛的呢 但是上涨猛下跌也可以猛啊 这就是这些妖股啊 呃 此轮呢 ABC已经结束了哈 123浪已经到差不多了哈 那么四浪五浪会怎么样啊 也不清楚啊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的周线图需要复盘一下啊 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特斯拉近期的一个表现啊 周线图经过了两周的反弹啊 几乎啊 要触及到这根横向阻力区哈 我们看 第二来反弹啊 这是一个直升区 第二来反弹车 这是一个阻力区 我们看到下跌趋势线 目前还是相对有效的 我们把这些触点到最高点一连啊 你会发现啊 目前正触及到这里 说此轮下跌刚 几浪啊 123 4啊 那么五浪怎么走啊 是吧 是突破上去回落 给个五浪还是继续往下震的 我们说啊 不要去踩啊 他怎么走就是怎么走 真正的右侧交易者机会给出了吗 没有啊 周线图MCT是不是个死差 是 他能不能上去啊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困扰着诸多网友哈 那实际上他是想超啊 重仓超绝对的底啊 这个这种思路永远都是错误的啊 那对这个图来说呢 适当的布局一些多单是有道理的啊 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这一定会是在这指定啊 有没有可能继续暴进的 这种概率要考虑的啊 但概率在降低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选择 那日线的就刚刚触及到这个价格式线 因此呢真正的右侧点位还并未给出 那此轮的反弹是一个ABC反弹 A B C 那如果在这里小航盘再给出大阴线往下咋 说明又要回归测试这个地点 对吧 一二三浪已经走出啊 那么接下来四五浪是进方向走一波呢 还是怎么样啊 我们都应该等待明显的回撤 在右侧点位的回撤再做 是吧 在右侧点位的回撤再加加仓会更好一点 否则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反弹完了之后再跌下来 是吧 有没有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啊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个位置 是吧 啊 当然啊 随着它跌的越深的哈 发生这种图 这种暴跌的概率在降低啊 所以我们啊 初步试仓是对的啊 我们在这些线的位置 初步尝试见仓做多是对的 对吧 等待右侧啊 再加仓 即便它跌的更深啊 咱们在更深的地位 再慢慢加仓也是OK的 对吧 所以这个图呢 风险已经啊 小于啊 这个可能的盈 盈利预期了 好 这就是特斯拉哈 嗯 特斯拉啊 就是这样 我们把这支撑区先换到这 说它再跌怎么办 这不没跌呢吗 再看一下右侧点位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情况啊 再跌的话 166作为减仓位哈 注意我们此轮是属于新的一轮的 做多了哈 那么之前我们在高位做过离场了 是吧 这一轮的下跌并未让大家频繁的检测啊 只是出了这个尝试性的 等待右侧点位哈 再去加仓 是吧 这这这这一轮正当时哈 这一轮的正 这一轮的尝试检测正当时 看另外一只中干股未来汽车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图给人的感受是什么 很好 很好 说怎么的 你看 好不好 哎 跌下来 反弹 再跌 反弹 再跌 哎 反弹 那这样的话应该往上走一走 像不像 有人说像啊 像 不能再跌了 再跌就破发了哈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哦 日线图正正正正正好在震荡上行 其实追不追高呢 都有理由哈 你要是追的话 那技法交易的技法就是不要相信通道线 是吧 应该相信什么呢 相信趋势线 对吧 这些阻力区他都 你看他一一波一波的给你突破哈 你看 这是个横盘吧 我们说这个横盘 哎 突破回踩之地 那只能做多了哈 再走一步啊 走个等距离位置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当时这么分析的 如果这个平台区域被突破回踩 再直接就应该预期往上再走一步 是不是 再谈一谈 好 走一个什么等距离的位置是吧 突破回踩 再回踩踩不下去啊 那这样的话 平坦的趋势线变成陡峭的趋势线 只走一步 只能做多哈 现在做空 没没没破位呢呀 而且横向阻力区被突破上去 只跌了呀 所以你没办法看 就是眼珠子看到的技术位 你就只能去做多 否则的话就乱了哈 啊 突破回踩直接的做空 那不就是乱的吗 正好是相反的吗 你看价位在提升 说明多头在进场啊 是吧 所以应该有钱看涨 所以万一这步长呢 趋势线作为底线哈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技术位跟脑子里 声音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相信眼睛 是吧 不要老是相信内心 内心有时候是恐惧 或者是偏见 或者是 不是市场正在选择的价格的方向 你看这价格方向 是不是突破回踩直跌了 还有啊 脑袋里一定要注意 相信眼睛是相信眼睛 但你要知道 K线也可以随时改变方向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设定我们的底线 止损点 对吧 就是趋势线下方就止损了 对吧 对吧 就行了啊 不要这个怕这怕那啊 主要是恐惧 是吧 对恐惧心理很难克服啊 我是认为 最后呢 摆脱恐惧的一个 主要的方法呢 还是相信眼睛 相信技术原理 相信概率 仓位轻一点 不要相信各种啊 维新的东西 或者是政治类的东西 纯正的类 只是对大事有影响啊 但是短线波段的 没有太大影响 那此轮的一个反弹 突破回来这点 再来一波 再测试一下这个高位 是有道理的啊 是有技术未尝的一个道理的 技术交易者就这么看的 你看那些纯技术交易者 他才不考虑什么什么 政治类的呢 对不 但是呢 他们啊 对大事的判断会之后啊 好 这个是NIO 最近的区块链 也是比较活跃啊 那有一些畅空的哈 呢 此轮的反弹 再怎么走 底回落 拉升回落 哎 那这个图跟刚才的 NIO还有点像啊 我们看到底部的横盘区域 这里 不断的创出刚高的高点啊 我们可以画一个多头的波段 发现啊 本周是非常强势的阳线 那重要的阻力区呢 拉拉开视野啊 这个位置算吧 得弹起反弹测试 那这个位置还要在这 对吧 这是IoT的一个可能性啊 说一旦突破上去呢 进入到右侧呢 那我们再再再再判论哈 不要看太远 刚才是日线哈 那周线图的给人的感受 就是要再谈一谈 刚才我们直接把日线给分析了哈 我们也看时间框架 是吧 哎 低 低 说这个创低点了 没关系啊 创低点 它也是在这里的拒绝下跌 有可能再往上再测一测 是吧 再往上走 甚至更高啊 甚至更高 先看到去日线图会稳妥一些 那日线图就是这样的 区块链是不是要见底了呀 就是我们的比特币是不是要见底了 有有一定的概率哈 有一定概率 再再增加 不要完全相信新闻 应该反正看新闻有时候啊 但是啊 大家也要 就是看到一个事的时候呢 正反都要看一看啊 倾向于哪一种 还要看一下技术位 这个呢 很显然是在反弹 我们看一下我们前两周推荐的 这个确实是推荐哈 iMacs啊 iMacs 它是一个影院设备系统供应商哈 它同时提供影片的转制服务哈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这个阿凡达上映之后 上映之前呢 都要转制成这样 iMacs格式哈 然后呢 上映哈 对吧 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利好 大家看看到没 拉成了没 那什么时候卖呢 卖点有两个哈 第一个呢 是按照趋势线指引法 第二呢 是按照这个上映日啊 指引法 那当前是一个重要的形态哈 一步一个坎 我们也不能画太乐观哈 就这样吧 当前就是一个阻力区哈 那更高的阻力区 我们要找一个啊 这位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行啊 周线 那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仔细看一下 有时候啥也看不出来啊 啥也看不出来 那就得看啊 学着看 是吧 是不是 突破回踩指地啊 他为什么会指地 因为我们前两周推荐了哈 啊 那这个图什么时候不涨了吧 我们再花一条趋势线 那得 在 哎 当前就是个阻力区 说当前这位置会不会遇到抛压 你看这是个平行通道 有没有可能突破回踩再指地啊 所以 啊 这个周线图就是这样的感受啊 不一定啊 我只能说不一定 有可能回落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上次给出的思路是多多吧 你现在去追高的话 是不是有点高了呀 把这趋势线再画一下 哎 发现这日线的还有一点小空间是吧 哎 所以日线日线交易者要开始注意了哈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拉升 到18块一带左右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突破之后啊 再回台直接再做 对吧 摆脱这个平行通道的时候 再往上突破的时候 再做 再做新的一轮的多 对吧 走出通道线的一个等距离位置 到这25一带 对不对 这一环可以环 所以接下来要判断是否啊 应该啊 减仓 然后判断突破是否成功 成功之后再做一步 是吧 哎 这就MX 有人说现在都晚了呀 不晚呢 你看 你看 接下来是止盈呢 还是突破回台止低呢 是吧 再做一波 是吧 呃 现在是三号 十六号上映是吧 同步全球同步上映 十六号三号 那就还有 还有 还有几个月 不是还有几个月 还有两个两周左右啊 所以应该还要再涨一波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我的感受是 还要再停顿一下 再涨一下啊 蹭一下 然后就开始卖了啊 当然啊 这个还没突破呢 这话说的有点早了 好吧 这个MX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消息面 和记事面共振了 所以这影片上映就好吗 还有一个好事啊 中国这边啊 也在逐步放开哈 疫情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对影院 电影电影行业是个利好啊 我曾经在媒体行业啊 在在在影影视娱乐行业也做过哈 做过啥也做过 做过什么就不说了哈 反正就是做过 好 这个就是这样 做投资啊 做投资 在这个领域 好 那这个的话 明白这个怎么做了吧 好 我们后续根据一下 我们看一下白银 白银的周线图给他感受 其实周线图都不是很清晰哈 对于大宗商品来说 我们画一些重要的阻力区 画到这吧 让这个触点触一下啊 这触点触一下 这样的话上行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哈 而且这个正好是触及到这个缺口这啊 所以他应该还要由于惯性 再往上冲一冲 好吧 或者说画到缺口下面这 也OK 这就是白银啊 白银近期的一个周线图呢 呃 是呃 下跌波段 突破回踩止跌 拉升 提论拉升啊 那么应该还要再涨一周 感受到了没 有人说没有啊 来来我们感受一下啊 我们 我是觉得啊 对市场的感受 要培养哈 越来越 越来越正确 这个感受就OK了 就这么话 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对吧 你看 横盘区域 所以刚才我们判断中概股的时候 是不是 都破回踩止跌 哎 再拉升一波啊 好 一定要有这种感受啊 感受是正确的啊 符合市场的规律 波动的规律 不用去找特别复杂的系统 就是看裸K 就特别清晰哈 看到没 看到没 好 下周早些时候应该继续做读哈 继续往上看 之后呢 就要开始注意了 对吧 我们的底线呢 是这个日趋势线 或者是阻力区的一个明显的阴线哈 再上再上再说了哈 我们把这个大型的下地趋势线 刚才画的 这两个触点画一下 哎 你会发现一环扣一环 中央阻力区在这 漂亮吧 这个图 就一看这些图 就感觉啊 好多东西都挺有规律的 挺漂亮的 好 我们看一下通胀股的另外一只 埃克斯啊 no 埃克斯给人的感受什么 还在拉升啊 那我们的通胀什么时候下来呀 恭喜你答对了哈 这不让他下来 你看 高位震荡了吧 我们之前说不能看绝对的大功 先看一些震荡 那宏观上看就是在大型震荡 对应左侧这些位置 怎么会这样 就是说 那我们 太难了呀 这就是高通胀啊 高通胀也有交易机会啊 大家去看昨今天的第一期节目 和现在这期节目 是不是有机会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啊 对 周线呢 本周是根阳线啊 那这样的话 这是个W底啊 这是景线位置突破 再走一步 是吧 乐观的情况下 到最高点呢 还得翻一翻的吧 不说翻一翻 百分之六七十应该有吧 这个到这 来 这稍微double一下嘛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啊 其实日线呢 我们已经啊 在这个 这画好一个平行通道在等着他了 对吧 他现在正在触底往那走 给多头趋势线画好 延伸一下就是乐观的情形 不延伸的就是到中间停顿啊 我们相不相信通道线 不相信 我们相不相信W底 相信 诺 他万一不让呢 就卖掉了 跌破趋势 跌破趋势线就卖掉了 就他就继续震荡啊 他见识了大家再等他低位 再去做多震荡 是吧 你看 多么多么漂亮的图哈 漂亮吧 我们早就预判了市场啊 那是吧 到这了 接下来能不能突破啊 理律上啊 通道线效果会差啊 突破横向直升区 阻破阻力区 突破回家止跌 拉升 可能上行的概率会持续哈 对不 好 好 我们先说到这啊 明天呢 我们将继续从旅开始出啊 下边还有一些机会呢啊 所以啊 市场是有机会的哈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咯 明天见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哈 拜拜 拜拜